哈囉,大家好 在前天發布的刷毒策略整理上 那今天就來講整理一下 不過我會繼續看還有哪些刷毒策略是不錯的 我就會繼續整理給大家 那要提醒廣大流亡者 金融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那也可以請動動你們的小指,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好,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一個策略 金水加艾瓦加密教的策略 那這個是利用語圖天賦中的水晶共振 在開季的時候大家都會說 這水晶共振的天賦到底有什麼用 不僅打王難度增加好像也沒什麼收益 那我們這個策略就是會圍繞在水晶共振 然後搭配蓋化金水 接著呢我們就會點出穿越與密教 那穿越的 在穿越裡面的那個怪啊 它可以吃到蓋化金水的效果 因為蓋化金水就是 受困於金水的原生稀有怪物 那你進去穿越你就可以看到 怎麼穿越裡面也有金水怪 那你把穿越裡面的金水怪打完之後 出穿越你就可以 所以地上就有金水可以減 那水晶共振的話 它如果地圖是比較多boss的話 它就會把數量平均分到幾個boss身上 所以說我們可以 選多boss的地圖去減輕 打最後王的壓力 那這個策略呢 黃圖、紅圖都是可以去執行的 我會選擇紅圖是因為 第一你可以打紅藍王的門票 那第二的話就是你打秘教王 它那個掉引力石的機率會比較高 接著我們就來說說水晶共振天賦的說明 點水晶共振之後啊 它不會出現T8金水 就是像極恐恐懼那些的四個高階金水 取而代之的就是 你用腐化金水過後啊 地圖boss會獲得你打過的金水 上隨機一個水機池 範例啊 你就是 進地圖會看到有金水怪嘛 那你就看它上面有 有沒有破空的忌妒、厭惡或者是奧斯 如果沒有的話 就通常是不瓦的 反之就是你可以讀看看 全部可以變成T7的金水 那如果你全部瓦完之後變成T5 你就可以選擇不打 因為你這樣打的話 也是會突增王的難度 這個是語圖天賦 用108點 那你其他點可以去做自由分配 我語圖天賦會放在資訊欄 這個是成本 在今天2024年4月14日 大概是57C 那我們地圖呢是選擇海風高原 因為尾王兩個BOSS都是站著不動 所以說你可以一直 呃 從螢幕外就是對他們造成傷害 比較貴的就是該花金水 現在一個是45C 這個就是我打一張圖掉的收益 那純金水花大概是112C 現在艾瓦的超瓦房是0.8D 算下來差不多是120C 超瓦寶石是40C 呃 密教的話你就看 然後把 格拉維奇 格拉維奇 把他 呃 移到 最後 intervention是什麼 對 就是移到最右邊那一個 那就是拼 甲蟲掉落 還有就是 卡塔尼娜的 印尼斯掉落 那接下來就是 QA 雖然 你進去密教啊 他修演裡面有金水怪 但是 他不會 打完 並不會掉落金水 所以說你可以直接掠過 紅兔打不過可以直接打黃兔 金水收益是差不多 紅兔的話是用密教王 還有門票可以當作額外收益 接下來第二點是 通牒雕刻事件策略 這個就是利用 甲蟲通牒獎勵 全部轉催化劑 接著再把催化劑轉成 通牒事件 戒齒就會出 神聖的通牒 跟高架傳奇的通牒 例如摸血 獵手 境界 那打這個通牒 其實你只要打 T16的白圖就可以了 因為地圖本身的IQA 也不會影響雕刻的掉落 這個就是 羽圖天賦 成本的話 比較貴的就是 催化劑的通牒 一個是55C 那匯路的話可以放兩個 那名文的話就放一個 推薦地圖就是 冰海山丘 地圖一選擇是 8%物品數量 成本一張圖 大約61C 其實可以看到 打完 十層打完 就可以看到 滿 地上都掉那個 雕刻的事件 那我們就是會找這種 有獻祭八顆神聖史 它就會給你雙倍的 或者是獻祭一個傳奇 給你獵手摸血之類的 如果你打不過雕刻的話 你可以參考 我下面有一個 比較 比較 輕而 簡單的策略 就是 我們 就是專打 地圖中的 通牒 去賺取 通貨 有別於上面使用 獎勵全部催化 加 催化專雕刻的甲蟲 這個就是 只放 催化專雕刻的甲蟲 畢竟現在 催化機的價格也 除了 生命催化比較貴之外 其他都 1C 2C 所以說 可能有時候 你催化技專雕刻 可以轉出 神聖雙倍啊 或者是 高架傳奇的雕刻 所以說 如果你打不過話 就可以把那些 雕刻專賣給 想打的人打 這個就是 羽圖天賦 成本的話 大概一張圖就是 22C 你會少了那個 催化技的甲蟲 就可以看到 你打完失城啊 如果你還要打 通蝶王的話 他就會掉那個 汙染 催化技 這也是一個 不錯的獸医 接著就是 T17 甲蟲王者的策略 因為 近日期 Footbound 發出 T17 農甲蟲的策略 他就是 利用 返回基礎 並且將地圖 洗出更多 甲蟲的詞綴 那 那個 詞綴 可以 複製這個 內容 那要注意 這個 是 只能顯示更多加衝 如果你不能打的話 你要再自己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 羽圖天賦 成本的話 敵手 兩個 4C 復仇基角 一個4C 通緝半圖 一個2C 敵手的話是 就是 在地圖會多 試探 稀有怪 兩個的話就把它探 那復仇基角就是 在 稀有怪上 再多兩個詞綴 通緝 判圖就是 地圖上會有 那個反叛者 這個反叛者的話 會 給你 大量的掉落 那我們 地圖的話 通常會選擇聖索 地圖一就選擇 8%的物品數量 接著就是 你 C 還要洗地圖嗎 就是洗出 更多甲蟲 還有你 把一些不能打的詞 跳掉 我就算 10到20C 這樣算下一張圖的成本 超過100C 那 看這個圖 就是 Fugang打的 一個小時 他說會有25至35D的手藝 接下來是 T17 傳奇王者策略 這個 也是 也是T17 那他 原理就是 使用魚精的肉帶 配上 魚圖天賦 天賦的 永恆折爛 那就是你在 打完小怪 他會掉落 那個 墳墓 那墳墓你把它收集 或者 收集後就可以 就可能 有可能會 產生 墜魂 那再把那個墜魂呢 附身到肉帶身上 戒池呢 你就可以打到超級 大量的掉落 接下來 呃 池墜的話你要洗 就是吸油怪 夾熱池 還有束戒者 被束戒者之處 碰觸 還有就是更多洗油怪 接下來 這個就是他的 這個是我從 ban 實況上 看到的那個 魚圖天賦 成本的話 聖物兩個便宜的 最便宜的那個 甲蟲 就是掉落穿起 兩個2C 那復仇基角是 甲二十歲4C 同期叛徒或者是 閃亮基角 看你要比較便宜還是比較貴 閃亮基角就是 當你依照你的沙底數量 他就會給你最多 100%的物品數量 跟200%的物品吸油度 接下來就是 最重要的肉帶與盡 一個就是100C 這樣子 算下來一個成本 差不多198C 嗯 就可以看到 打完肉帶啊 前提是你打過啊 就可以看到 他爆了很多東西出來 你就可以 就可以享受到 打包遊戲的快感 好 那這個 打T17 前的準備啊 你就記得要買青蛙跟老鼠 因為有時候那個 餘禁池太過難 那你就可以放青蛙跟老鼠去 降低他的難度 那如果打不過T17的話 就真的 就農T16就好 接著就是 記得 把 幽魂 附身到樓帶身上 電腦配備 要夠好 因為有時候會lag到 突然 動不了 然後你就死了 安隆 T17的 推薦BD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 COC的 滴滴 還有 CWC的 酋長 或者是 那個 CWC的 破壞者 數字導演也是可以 就是 只要你可以配上 那個 原罪的話 前提是你要有原罪 喔 還有那個 你要有生育 非常推薦要有生育 因為生育會給你 容量大大大幅的提升 對 好 這 那個 3.24.11的 刷圖策略 整理一下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